我们的蜜蜜姐好 好 掌声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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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亲爱的陈老师 季老师 还有我们的郑老师 凡阳姐 刘宏姐 迪金大哥 和我们前台所有的创办人 以及我们超凡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好 好 谢谢 谢谢 刚才听刘宏姐讲完 我特别感慨 感慨的一句话就是 六岁有老师是理所当然 六岁有老师就是我们的幸运 可能这句话幸运我听了 可能不会太有感觉 可能我们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 就会比较有感觉 我是这样 我刚才就特别有感慨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当刘宏姐讲那个 让左慧参加会议的时候 我就想 他讲 大家都听了 怎么跟刘左慧讲 左慧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去一次一次参加会议的时候 我就想 哎呀 我已经多久没这么消瘦会议了呢 我不知道在座很多做了一段时间的 安丽的领导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 像我们刚做的时候 可能也像刘宏姐这样 去消瘦每一场会议 就是拿会议 哎呀 觉得很兴奋 可是呢 真是 好像我不知道已经多久了 都没有这么兴奋 这么把每一场会议 当做最后一场会议去享受了 所以老说成功 不成功的六大理根性 老气横秋 自以为是 不以为然 麻木不然 那我想一想 好像在我身上 为什么这六大理根性 好像在我身上开始有了呢 开始麻木不然的呢 开始有什么对会议麻木不然呢 不以为然呢 很多事在我身上产生了 所以我就想 有老师真好 如果有老师呢 我就来参加了这样一场会议 没有老师呢 可能就没有这样一场会议 那我还 就是人身上 可能不知不觉 会有一些理由根性 但是我们发现了 我们是会改变了 然后回去之后 我们又点燃即行 像刚开始做的一样的 相受每一场会议了 所以就是因为 有老师啊 我们参加了老师 一场一场会议 不断的被点燃 不断的改变了自己的理由根性 不断的找回初心 就像我们的老师说的 老师成功的秘诀 就是不忘初心 啊 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 可是不忘初心啊 说起来太容易了 可是坐着坐着呢 就老气横秋了 皆さん We all have a Tob decisions 一般来讲 今天真的是 所有承拐人 都是这样的共词 因为我们希望老师表扬我们啊 我们就很努力地学习 可是无所谓不敬畏老师的人 因为老师无所谓的人 是不是可能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好了 各位游老师重要不重要啊 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敬畏 有一个人呢可以让我们把心弦拧紧 有一个人呢要我们重新对学习产生渴望 有一个人呢要我们60岁的人 还在自我改变自我成长 各位这是不是因为游老师啊 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在立中我们游老师 在立中我们有一个 哎呀我们是福气哈 很多人在立中只是游老师 我们在立中呢有一个世界第一 而且超过十年 回头你看看不见第二的老师 各位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福气啊 我们的老师不仅自己做得好 我们老师培养了全球创办人 全球创办人应该不到一百位 对不对 应该不到 有没有 啊 现在才六十多位 各位全球创办人才六十多位 我们老师在全球培养的创办人就是一半 记得啊 在中国是三分之一 在全球啊 在全球培养的最顶级的人物 我们老师就培养 中国是三分之二 我说错了 对 我们老师培养最顶级的人物 在全球 在一半 在中国 在三分之二 大家不管安利是什么 就我们如果有机会 能跟这么一个 自己如此优秀 而且还能培养出一批优秀人的老师 能有机会 拜他为师 各位你说我们要不要把握这机会啊 要 真的是 只要我们稍微听得懂 看得懂 那只机会一定是把握的 你说是吗 对 所以因为跟上这样的老师 对 前面讲的讲课的老师呢 都是很优秀 背景真的非常好 你说刘虹弟近夫妻 哇 他们好像都是师傅待院的 是不是刘虹 他们真的是 他们夫妻都是 在中国 那个年代 市政府大院的 各位你说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那正好是 那个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 你就不用说到后面 后面工作更优秀 那各位叫不叫 厉害不厉害呀 就每一位呀 都是很厉害 那我呢 所以你们会想 这么厉害的人 做啥都能成功 当然了 做阿丽这么成功 理所当然 可是我呢 所以我上台就是给大家细心的 各位 我32岁的时候 我家存款500块钱 人民币还不是 性命呀 和性命可能100块钱 是不是 然后我家 我32岁的时候 我家并且还没用 可是我到了三 我是沈阳人 可是我到了39岁的时候 我在北京买的第一栋房子 这就是北京最贵的 对 整个三次头 命运的改变呢 就是因为有了阿丽的平台 更认为 我有世界第一的老师 所以各位 我的管理可以有这样的命运的改变 各位你们有没有啊 有 真的会有啊 对吗 只要我们刚才讲说 他的小外孙 什么怎么样的哈 那我们都过得一样的生活啊 那我呢 我这次来西西来 全家都来了 我儿子 我儿子33岁 周深 我儿子33岁 我儿子媳妇 然后呢 我孙子4岁 然后我女儿3岁 我还有一个女儿2岁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她是个女儿吧 对不对 她们以为 对呀 你看一家啊 几口人对不对 然后很开心 我们先来到奥克兰哈 我觉得 然后我的两个女儿 就是说她 我的两个女儿也是在北京的 那个德威 那个也是这个 反正在北京呢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个 叫叫外 叫外籍学校 我叫什么学校 叫外籍学校 那就是这种学校吗 那学费 每一个孩子都是二十五万多 还不算其他的 一样的 我想呢 一个城市只有五百块钱的人 对不对 啊 都是这样 正老师的孩子 也是 那个时候在上海读 也是最好的学校的时候 专门给孩子雇个司机 专门给孩子租房子 因为我说 哇 司机就要几千 就是上万块是吗 雇一个司机就要上万块 所以 人家那个 齐契 也是考上了 剑桥大学 真的是 他好想的 双骨一顿 但为什么有这样的生肯 一切都是愿于安丁 对吗 那季老师刚才在台上讲 哎呀 我好有感慨啊 季老师说 90年 然后年我都过是记忆 非常不好的人啊 年我都记住了 不过吃了安丁的女儿 就是 河头太 真的是记忆 会变好 真的是会变好啊 然后呢 94年 我到美国的时候 我跟别人说 别人说我神经病 书记老师讲的 刚才大家都听到 对不对 95年 就有人开始跟我做了 到了 最后一年没记住 到了哪年 是聪明人老师说 你们谁结束了 2008年 是不是 对呀 那老师只是上美国度假 到了2008年 就做到了皇冠大使 你想一想啊 如果今天你做安丁 别说你是神经病 怎么样 说我没有关系 继续讲 还有人说你是神经病 没关系 你讲一年 你想一想 皇冠大使 不也是讲了一年 才有人开始跟他做嘛 对 那我们也讲一年 但是这份坚定的信念 会不会有人跟我们做 会 关键有时候 我们就像一个乐主讲了 是不是啊 可是老师讲一年 95年就有人跟他做了 那么95年到2008年是 十 13年 对不对 可是13年之后 就上皇冠大使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做 13年之后 你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今天做了 那13年之后 你会不会上皇冠大使呢 对 关键新西兰这片市场呢 虽然我不太了解哈 我听季老师刚才在台上一问 好像Q12都有收入 大家还搞不太清楚 代表这块市场是 比较空白的 对不对 比较空白的 所以可能 而且你们一直在新西兰 我们的老师呢 上美国就是度假才去 13年是不是就上皇冠大使呢 那各位如果我们一直在新西兰 那我们用13年吗 可能不用 对不对 可能一半的时间 那不对呀 老师的功力多强啊 那老师再强 就是想法强 老师告诉我们 成功的路上 那一碗黄蓝的是想法 有一次吴一姐为了跟随老师学习呢 就坐在老师旁边嘛 特意把经济场的票给退了 然后晃个头等查过票 跟在老师身边 然后老师就上飞机就睡觉了 一直睡到醒 一直睡到飞机停了醒 结果吴一姐一下看 然后看一眼吴一姐一想 哎呦 跟了我一路 跟她说两句 最关键的吧 结果跟吴一姐说 啊 十字呢 你就是要学习 跟随学习 就是要学习成功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所以各位 那如果我们给老师的思维方式学来 简单相信听话 正直做 对吗 然后把老师的行为习惯学来 那我们在新西兰的时间 比老师多得多 比老师在美国多得多 那各位 咱们能不能老师一半的时间 七点半年 七点七年半的时间 上宏文大使啊 不错 就一眼吴我 想一想七年半很快就过去 那你呢 还是今天 可是做了呢 那就是宏文大使 周游世界 必须要被爱戴 被肯定 然后看季老师站在台上 哇塞 哪一位看像七十八岁 你就看后背也不像啊 这不是说看脸子吗 看脸的后背的身材啊 对不对啊 很多人五十岁就高了 对不对 老师七十八岁那么的鼻鼎 对不对 然后摔一跤 他从这摔到那 摔这么远啊 怎么样也没怎么样 继续讲课 太厉害了 那我们老师啊 当然我们老师啊 当然我们老师 全方位成功的女性哈 那我们老师啊 全方位成功的女性哈 但是呢 我们老师也真的是非常有目标了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我们啊 周安丽九队都听过老师讲这个故事 我记得老师讲哈 老师在台湾 老师曾经呢 那一年呢 没有条件上充满人 所以老师没有定目标上充满人 你看老师都没有定上充满人的目标 是不是代表 他不具备上充满人的条件 对吗 对 所以才没有定目标 可是老师听说 啊 台湾有另一个人定了目标 那一年一定要上充满人 然后印象很深哈 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一次是在正中 然后老师站在台上 那个时候老师大概也有六十六七岁的时候 你想六十六七岁 就是按台湾都不是那种很有动静了 正当对不对 然后印象很深哈 我就坐在那个边上 然后陈老师在台上讲说 我听说 所以各位哈 我们不是听别人的故事啊 我们不仅是听老师的故事啊 我们要把老师这个行为变成我们的行为 假设今天你也没定上创办人的目标 他也没定上高级经理的目标 你听说别人要上高级经理 你要拉到你身上 陈老师听说别人要上创办人 然后陈老师站在台上 特别深了哈 我听说别人要上创办人 我就想 那别人家的孩子 从去说我们的老师是创办人 那我的孩子多失落呀 我的孩子多没有细心呢 那不行 为了我的孩子 我非常不可啊 我听说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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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肢体里面都能感觉得到 所以老师跟我们说 成功不是条件哈 是信念强 老师不是说的 老师是做的 什么叫目标 老师说成功的秘诀就是 不向命运低头 不向恶劣环境低头 所以你不用说 哎呀我什么这 我这不行了 行的不是向命运低头了吗 啊也不向恶劣环境低头 然后要永远怎么样 向高难度挑战 那老师不具备上创办人的条件 老师非上不可 老师是不是要向高难度挑战呢 对 而当老师向高难度挑战的时候 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老师上了 那个具备条件的人 没上 对 对 所以呢 所以我们老师是台湾第一个 黄国大使啊 所以一路遥遥领先啊 对吗 所以啥叫目标 就是老师向高难度挑战 所以老师也 然后老师呢 是真的去做 结果老师上完黄国大使 比如说不具备条件上了黄国大使 有些人心里会讲 要多的吧 是不是有人会这样讲 对不对 可是老师上完黄国大使 再过两年就上K52的黄国大使 因为你现在过的还是靠实力做的呀 这是我绝对的实力 对不对 这是不是绝对的激发潜能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说 我们所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对不对 我们潜能是无限的 但是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激发你的潜能 有老师多好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上老师的时候 我就经常听刘宏姐啊 吴依姐啊 讲他们上 还有苏林姐 他们上创办人的故事 老师不仅自己激发潜能 所以呢 也会激发每一个领导人的潜能 我记得那时候刘宏姐跟我讲哈 他才做到EBC好像 是不是 才做到总监嘛 然后就跟着老师一路跟随 还有吴依姐 苏林姐 那时候我还没那么大的幸运跟上老师啊 他们一路跟随老师走走走 其实都没想上创办人 啊 他们都在跟老师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自己能上创办人 你想 好像 好像 EBC啊 双转啊 大概吴依姐有什么东西啊 还有苏林 我们俩是双转 安立和吴依姐是双转嘛 苏林是EBC嘛 对不对 各位看双转 12组 然后苏林 EBC才7组 哇想一想 9组 9组 对 EBC是9组 9组12组 根本没想上创办人的事 跟着跟着跟着 所以老师向高难度挑战 他就能带出向高难度挑战的学生 如果我们 对我们的伙伴负责任的话 我们得先做那个向高难度挑战的人 所以他并不是强制你的学生所难 他是知道他是可以的 只是他的学生以为他不可以 对吗 但是呢 因为跟随老师呢 都是特别爱老师的 我也讲一声 刘宏姐我讲说 走到最后一站 老师要我们上台 因为他们很 因为每一个学生 我们都是很爱老师的 所以上台吧 我们就知道 我们必须得喊目标 我们必须问高了哈 我们问第一个喊老师不高兴 那可是 许多人说 他为什么一定讨老师高兴呢 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是说哈 因为我们按老师的想法去做 是不是我们就会成为老师 对 我们不按老师不高兴的想法去做 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为老师啊 我们是不是会越来越失败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老师 我们为什么要让老师高兴 因为老师高兴 是否我们就做对了 老师不高兴 其实我们做错了是吗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 他们那时候不一定利得钱 就想 我们还得 哎呀 喊高点的目标 得让老师高兴 完了呢 都怕上不去 但是 即使怕上不去 也得喊 所以那个刘侯苏黎无意见 哇 他们上台全还上创办人 可是 你想想对于一个双庄 那个对于一个EDC 是一年要上创办人呢 这简直都是不可思议啊 那一年对于双庄要拖八组 对于EDC要拖十一组啊 当年拖十一组 有老师什么奇迹创造不了啊 如果你们今天一会儿晚上 当然最幸福的 你们祈祷好你的经历啊 最幸福的是等到老师晚上来啊 各位啊 听老师讲完 一遍三个月就不一遍一遍一遍 从三日再跳十一组 对啊 初一姐不就跳十一组吗 刘侯姐那个 无一姐不就是跳 你不跳十一组 你先搞 你跳九组 对不对 无一姐得到 刘侯姐不就跳九组吗 那同样都是老师的学生 为什么老师讲完 他们就跳九组十一组 为什么同样老师讲完 我们就不能跳 我们是不珍惜啊 还是不在乎啊 如果我们珍惜 他给你们扣帽子呢 什么 老师给我扣帽 没有 如果 那他们不就珍惜再有个结果吗 不具备条件 刘侯下来他告诉我 第二天你满嘴去吃泡 具备条件吗 具备条件满嘴去找泡吗 对不对 那我记得好像是 呃 无一姐不得想过哈 说第二天我听不清啊 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记得他说 他就坐个字 就骑个正车 别人骑着他坐在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个车 我也想想想想想 坐在后面 然后那个车 骑出去警户 就看见一个店铺 说停下吧 他就进去了 去给人家讲 然后那个店铺上面呢 就摆了一个 案例的杂志 什么无一姐 然后讲 那个人就做了 就是他当时脱离的艺术思想 对 对 对 你讲过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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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了哈 我也停着做个二八六 我想想都不自己做 对 开车 然后就停了 就去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他的房子 本来准备想装球 不装球了 结果他的设计师 就变成他的艺术思想 所有人都说 哎呀你咋样设计是变成艺术市场的呢 我哪不行呢 我跟你讲激烟了 其实这个成功就是激烟了 你那种能量那种感觉就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才老实就说 有状态的两天胜过没有状态的二十年 当你真的有状态 当你一样 当你像高感度挑战的时候 是不是激烟了 真的那个能量就出来了 对不对呀 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想的有多好 当你真的要像高感度挑战的时候 就那个能量就变得不一样 是吧 我们郑老师也是啊 我以前讲很深 所以郑老师讲上日本 上日本的时候 那时候郑老师是双转好像是吗 郑老师也是双转只跳窗本人 传统的 咱们老师团队 咱们老师的传 咱们老师团队 咱们老师团队的传统就是双转直跳窗本人 所以各位 郑老师的学生 看老师的学生都是这样 我记得郑老师讲 他上日本 本来是双转了 已经挺厉害了 这上台还不让我说两句 让我为国争光一下 是不是 前往郑老师说 当当当这边上来了 那站定都不要我站定 当当当到这边下去了 这成功的人呢 就是还有一杯鸡发 如果是我要上来一圈 我就挺高兴的 还不知道什么 所以各位 你看 你们今天很多人 是不是没有机会上台 人生老师上台走一圈 都被鸡发了 你还没机会上台呢 你有没有被鸡发 说被鸡发了 这小时就 没这一生啊 他们想 我非上弘弯大使不可 我非得被国争光不可 那么 然后他就 按理来说 搁日本听完课吗 那 那我估计待一天到两天 肯定回去了 那不可能待时间长了 就这一两天 他都按耐不住了 然后就打电话 我记得郑老师说 说我打了六千块钱的电话 打了六千块 各位 他不是现在的六千块钱呢 他是二十多年前的六千块钱呢 那个时候六千块钱 是很大一笔数字呢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就是你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记得老师说 成功就是你什么都顾不上了 你东算你一下 西算你呀 那可能能量就没有了 他根本没想 回家再打野心 对不对啊 他没有想 当场现场 就打个六千多块钱的电话 一直激励啊 也好鼓励啊 也好 推荐也好 总之 来能量的 那才叫真的 不吃不喝不睡 我也要上创败人 回去 就上了 各位是不是这些领导人 看业劉师老师的学生 都是那么的有目标 所以当年刘宏姐 苏丽姐 吴一姐 也是当年就上了 哎呀 我坐在那儿 我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就想 当年 我就差一个 跟上老师 跟上老师 因为人在环境中是会被激励的 是会被激发的 你知道吗 所以 现在我当年也是脱离了 我从双转到四转 然后就是六组呗 但是我是当年五组脱离 我以前前面有一组哈 我还觉得 我挺厉害的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挺厉害 所以有老师 真啊 有老师真好 你没有老师的时候 你在家 你就有力骄傲 就觉得自己 挺厉害 就觉得自己 挺了不起 一出来一看 哇塞 差远了 马上就开始 满平体 跟你们说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无论做什么呢 其实真的是 目标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 但是这个目标啊 常常说成功 第一个就是 下定决心之后的坚持 第二个呢 就是大策大路之后的坚持 那我感觉这个 这个 这个有目标 下定决心 一定达成目标 我想我做过来 从开始转立 到后面 就是我有老师说 成功是要紧式的 就是你的聘 不是一个聘 一个聘 上不是一步一步迈的 是要紧式的 所以就是有状态的时候 就要紧式的成长 没状态的时候 还跟着不调聘 就不错了 是吗 所以我想 我自己要紧式的成长 都是因为 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然后定死了目标 然后一定要 成功的习惯 是重承诺 重委会啊 当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重承诺的时候 你就这样了 因为 但对自己的承诺啊 我已经说了 我必须达成的时候 你就这样了 所以没有这不行的 为什么我们要像刘宏姐 刚才讲的 那样消除会议呢 我知道我所有下定决心 所有设定目标 都是在会议中 我记得我刚开始 做案例的时候呢 我刚开始做案例 还挺下定决心的 我想 这事一定不那么容易 其实我还挺 那个觉得 这哪那么容易的 那时候做到高级经历 我提老师在台上讲课 就终身远离贫穷 各位终身远离贫穷 好不好 所以我做梦 我都没敢想过 上宏观大师 上宏观大师 可是我五年多就上宏观大师 我做梦都不敢想 这事啊 所以 听到说 在例如三个实现 第一能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梦想 第二能实现你所有想不到的理想和梦想 第三个能实现你想都不敢想的理想和梦想 你说 像季老师说 季老师说 季老师今天在台上书也讲 我哪想到我能有今天这么成功呢 是不是 季老师也是这样想 是不是 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 那我抓地的时候 那我刚开始讲 没有那么容易 忠诚远离贫穷 我身边这么多人 我还没遇到谁 忠诚远离贫穷呢 那哪那么容易呢 对不对 但是不容易 不等于 不等于 我就不能成了 那对 我那是台上 那你现在台上 你看见我啊 32岁家里存款单 不败款钱的人 我都能成了 那各位 我就想 那你能不能成啊 是不能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普通人也成了嘛 对吗 所以我想这一定不容易 我说但是不容易 只要我破釜沉重 一步一步脚步是往上走的 我一定能成 各位说我下定下决心 我刚做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破釜沉重 然后一步一个脚步往上走 是不是下定决心了 但是谁要我下定决心了 我做两个月都不想做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下定决心我就想 那我得有目标啊 所以刚做就要有目标啊 因为我为什么 我当时啊 也没有机会听老师讲课 但我为什么想有目标哈 我就想 那 那只有我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 我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啊 那你说你车 你开车出来的 问你干准确 上准确 你说你不知道 那你那你开车干嘛呢 耗游玩 兜风 是不是 那我那时候才三十多岁 我也不是耗游的年龄 我也不是兜风的年龄啊 你说你要六七十岁了 你没事耗游兜兜风行 你说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正是干事业的年龄 对不对 那我咋能没有目标呢 我想 因为我有目标 第一 我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第二 我这才能 才能奔跑啊 谁不想揽呢 谁不想歇一会 试一会 对不对啊 那但是你定了目标 你必须达成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强迫自己 是不是就会勉强自己 所以我第一个月呢 我是六月十八号加入的 那我就想还有十二天 六月十八日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加入哈 所以有人说那哪能做得早 你信不信我做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我做完了 你什么时候都有人说你做完了 你知道吗 那你早晚也没有 那现在也有做的 也有做得非常好的 与早晚也没有管理 怎样呢 那我就想 即使还有十二天的时间 我也得给我自己定个目标 那就是四千八是六趴 我行 我说啥怎么做四千八 因为我行 第一 我能积累我的顾客 第二 我能积累我的合作伙伴 十二 既然开始做了十二天 那也是时间 我今天第一个月 我挣二百块钱 没关系 我一年之后 还挣二百块钱 我影响谁啊 我说得快点做 我的收入才高啊 当然 历史全法未成功 那时候我就想三十多岁 那时候也没钱 我身边也没钱 我说得快点挣钱 我才能影响人呐 那我 我开始赚的少 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第一个月 我设定目标四千八 然后结果呢 结果到最后一天 还差一千五 一千块钱吧 没完成 其实 我当时呢 我就想 我当不是说 那我就想 我不能养成 不达成目标的习惯 那时候还不知道成功需要正能呢 我觉得 如果这个月 我随随便便 把我的目标放水吧 四千八没完成 三千八 三千八吧 如果我随随便便放水吧 我下个月 能不能 一号就倒计时分跑 如果我不一号就倒计时分跑 如果我不比别人更努力 如果我不比别人更有学习力 凭什么我成功 各位你说是不是啊 那我让你更努力 是不是我觉得逼我自己啊 我觉得逼我自己 必须达成目标 不能放水 押金习惯 所以呢 我就押了一千块钱货 我就完成了四千八 然后 因为我不愿意押货呀 谁愿意押货呀 对不对啊 家我家回来就很小 我家里来报点货 我挺难受的对吧 不愿意押货 我一号就得跑啊 因为我第二个月的目标是九千六啊 我不要 我第二个月我不要押货了 我不想押货呀 所以我就会更努力 我就会奔跑 知道吗 我第二个月呢 我结果也很怪哈 也差一千多块钱 我又押了一千多块钱 我做到九千六 然后就被做了 所以 为什么呢 我想 下个这个月要完成一二千 一万九千二 然后自己定个目标 就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 那你说 你要爬山 你不一个月一步 一个角度人才往上走的 你上一步 下一步 原地踏踏踏步 你还有细心吗 你做任何事 也没有细心 怎么能成啊 对吗 我有细心 重视这个山寨岛 我每步的座上走 都有细心 越做越有细心 越做越兴奋 越做越有状态 你说是吗 对 然后可是 因为那时候没有学习 没有参加会议嘛 那我就感觉啊 我到了第三个月 你知道我怎么感觉吗 别说一万九千二 九千六我都打不成 那我心里想 那我打不成 那今天阿力不能成 我还做啥 不是阿力不好 我准备不做了 是因为我认为阿力 我做不成 我准备不做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准备阿力做不成 你就能像我一样 路面上窗外人 如果你要认为阿力能做成 你会比我更快 我准备不做了 我准备不做了 然后我的领导呢 非得让我去参加一场会议 这就是给别人面子 就给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就不好意思 这一点跟那个总会也挺像 不好意思拒绝人 可能就成就了你自己 我就参加了非常长会议 我参加的会议 大概人数也就这么多 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就参加了那场会议 你其实那场会议真的听懂了什么呢 不知道 但是呢被激发了 因为我看到 当然那时候没有创办人 那时候达标 我觉得戴着花 做得厉害 我看到达标的真人了 但我看到这些真人的时候 我觉得也 也不是说什么特殊 对不对 好像他们行 我也行 所以当你看到真人的时候呢 你内心就会生疼一种不甘心 所以财老师说成功的四颗心 其中有一颗心 是不是叫不甘心呢 所以当你不断的来这个环境 你看到周围的人 他们达标了 他们上高级经理了 你就会产生一种不甘心 那他行 凭什么我不行了 对吗 所以根本不是你不行了 是你的不甘心 没有觉醒 是你的能量没有出来 所以当表彰我酒趴的时候上台 我啥都问真详 我就12月我达标 各位一万九千二都准备做不了的 达标那时候是八万 我就准备杀月达标 咋打 所以那个老师说 讲目标计划行动 我还琢磨琢磨 我这个计划是怎么计划的哈 其实反正至少我第一次是没有计划 就是人的计划吧 是不一样的 我第二次还有一点计划 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老师说 成为人的思想和精神 老师说 国父思想赶遭国人 国父精神赶遭国人 国父思想 人力 以原定国人 大概哈 我这一穿鱼有点热吧 把衣服脱了 一热有点鱼 老师说 谢谢哈 所以呢 有些具体的方法呢 可能就是 呃 调调大陆通罗嘛 所以为啥说 操盘没有方法 如果有方法的话 就是销售配合带动哈 但你一定要的时候 没方法 你都能找出方法来 当你不是一定要的时候 方法摆在那 你都走不出来 是吗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早期做案例的时候 你说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好像也没有 你说我们那个手 比现在难不难 难多了 可是我们也做出来了 你说现在我们走过来 好像总结了一堆方法 发现对于某些人也没有用 所以今天我还跟我的伙伴讲 到底成功是一堆方法 还是一堆想法 我就像所有这些 来奥克兰德伙伴 我说你们真心的说一下 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你们会有今天 因为方法 你就说是方法 因为想法 你就说是想法 没有关系 说真心话就好 没有一个我发现 说是因为方法 对 真心话 都是因为想法 各位 你说是不是 真的是假的 确实是因为 任何方法 都需要你的一种思想 都需要你的一种精神 在你里面 所以呢 我第一次呢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计划 其实脑袋 但脑袋 大概那么想一想哈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 非达成不可 最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想达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玩明白 努力学 全力销售会议 就是那种 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 我第三个月 达标 其实你要做的时候哈 是有能量的 所以现在没有说说 做成功一份事业 是靠能量吗 我感觉好像能量 就会感召和吸眼 为什么呢哈 但我达标之后哈 我们讲这个过程 就一段时间比较平稳 一段时间比较平稳吧 但是本子也在努力做 我就上高级经理了 我上高级经理的时候呢 我总共只有九主四堂 然后六主四堂 那个七主做低低 一主就紧张 我就上高级经理了 然后上高级经理 人为什么要参加会议呢哈 你在下面 你用心去感受 所以今天我这个会议吧 我去做那个 我是直播了 直播呢 我的伙伴我就会到他 你要坐在下面 很认真的听 你要 你要只是听个耳机 边干活边听啊 我说你就别听了 为什么呢哈 我自己的感悟哈 因为佛家有句话 不叫慈善吗 你总有耳机听哈 你好像都知道了 因为你肯定也听见了吗 所以谁讲话 你都觉得我知道 这个是最可怕的 他就很难打通你认动二脉了 他说上去你都知道下去了 你怎么打通你认动二脉啊 实际这些老师讲的 最重要的是要打通你认动二脉 是让你开窍 就是陈老师 大测大 就是陈老师说 大测大物质后的兼职 所以我说 你只有坐在那儿 用心聆听 不一定哪件事 一下要你开窍了 我印象很深啊 我就站在台上 我就是前面是表张嘛 表张做到滴滴的啊 然后就看着我自己的伙伴 所以人要容我完全 只有你认识的 不看我的伙伴 哎呀不两个大伙伴都上滴滴了啊 哎真的啊 我跟大家讲啊 你真的好做啊 不骗你们啊 你比如说我市场王玉佩啊 再来就来了 你72了吗 你按他72了 王姐啊 真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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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你还让我相信呢 她是我们当面退休女工 你知道 然后呢 你知道她不干活 我不骗你 她真人带着 我每次都去她立的 她不放心 然后去我立的 她不干活了 但你知道她一跟我说话 我就知道她不干活 她这么跟我说话 和莉莉 还有三分钟了 和莉莉 那个我家欧阳上班 一关门 那门当光医生 我那心咯咯一下 我说为啥呢 又得我自私家来一天 哈哈 你们说 说这话的人 让你没干活吧 说不干活 我一听就是不干活 那为啥不干活 上滴滴呢 这没有时间讲了哈 要有时间 讲两句哈 为啥不干活 还是上滴滴 就是说 他随便不干活 他退休了不没事儿吗 他没回必到 你说他没事儿 他肯定没回必到啊 没回必到 不干活 他电压力不完 所以为啥要没回必到 米铺每回必到 你都不惦记 机会来的 你把我啥呀 他惦记安定 对不对 他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 反正呢 去买菜去 他家水龙都放过了 就给楼下一安了 给楼下一安了 楼下这人是做保险的 做保险的呢 但是呢 这人呢 他说我以前 假设我家出险了 那你不能说 假设你家出险了 是不是得说 假设我家出险了 然后他老公就出险了 就是 骑摩托车 完就没了 人就没了 他就特别悲痛 然后这保险就好像没法做了 我怎么说 假设我家出险了 孤儿刮骨 正怕别人欺负人了 楼上把他掩的 他上楼上往一看一些了 还怕往一看起来 这往一看一下 看见什么 老高兴了 这往一看一下 来个人 哈哈哈哈 就把刘立美推荐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惦记 就出一个能干的 然后他一来劲出 后面还一出能干的 然后就做地底了 所以我身上有俩像他这样的 不让活的 都上地底了 我在下面 我就看着王姐和郭军 我就想 哎呀 这啥人可 那里泡两年 都能大表啊 那什么大表 七千块钱 也很多 我那个年代挺多的 你知道吗 就是当你真相信的时候 我就做点打电话 我基本就又推荐出来 十 十 十艺术市场 三个人都好 你知道吗 你有能量 打电话就会不通 你没能量 你去跟他讲都没有用 你知道为啥吗 我当我相信他俩能成的时候 其实有一事儿没想 我有一年都推荐不出来的人了 为啥推荐不出来的人 你知道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 一年没推荐出来人呢 你知道我问题在哪 后来我才知道 我心里就想 把他们呆起来就得了 还有推荐 他们都起不来呢 就内心可能无意识有这想法 你知道吗 结果当他们做叮叮叮叮的时候 我马上说就讲 啥人在那里泡两年都能达标 那我还不认识二十个人了吗 况且我不需要二十个就差十一个了 你说是不是 我打电话 跟谁都 我信我的 跟我泡两年 我保你一个月断七千块钱 真的这么说的 你跟我说一样的话 你不一定跟我说有笑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是带着相信去做的 不是带着相信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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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确实在不意的 然后我相信了 我就在台上这个搞梦干想打盘 我说我明年上创卖人 我也没想 那时候阿力中我还没创卖人 所以就跟他 我明年上创卖人 然后我说咋上 这个计划了 我那时候说五月份赶我 八月份之前 我自己告我自己 要把二十住 就是本来我就有九住了嘛 二十住横排开出来 我全力都带着 一年之内 把他们都带到大兵 带到地理 我们就散了嘛 就出了一切 但是我告诉你 我除了说等一下打电话 然后就吸 就有人找我 我跟马路上走一走呢 就突然间有人给我打电话 莉莉 有人找我抓地 莉莉有人找我抓地 我跟他说了 跟你作为 其实他压根是想推荐那人跟我做哈 但因为我想好的 我就觉得他要跟我抓地 我就认为打电话就是要跟我抓地 不然那我推荐人了嘛 我直接就杀过去 直接就按他要跟我抓地去讲 他完全就跟我抓地 所以那种相信的能量哈 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 我们老师创造的奇迹 刚才我讲的 前排领导人创造的奇迹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一定要 你是不是想要创造那个奇迹 什么时候都不晚 有状态的两天 甚至没有状态的二十年 成功就是敢梦敢想 人生就活这一辈子 为什么不能精彩地活 为什么不能像老师运活的 有价值 有秘密 是吗 喂 听完我们了 当然我讲了 晚上听完老师讲 边听就得边听 带着这份能量 我们老师 把老师的真经 全放到自己的 全收进来 然后想 我一定要跟在老师身边 我一定要成为这个脱鹰而出的人 我一定有一天要告诉老师 因为今天晚上听了那堂课 老师我连票三聘 你们做得到吗 你们做得到吗 做得到吗 做得到 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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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出来了老师说 沉默叫重承诺 重鬼会 我们要连票几聘呢 三聘 别跳几运啊 三聘 别跳几运啊 三聘 谢谢大家